一般老师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在2018年能够逢胸化籍 好的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人格总格的笔画 拿出来看看你们的对道 那么我们第一个呢 可以逢胸化籍的是因为 生病会好转 如果你的人格总格出现了 88 24 37跟52的人 其实人是五股杂粮 病同是在所难眠 可以哦 28话 恭喜很康 谢谢 好 吃五股杂粮病痛在所难免 只是说这个病痛 会不会对你造成危害 那人格总格有这些笔画的人 在2018年身体会有一些微氧 但是你不必紧张 它可能让你只是吃一些苦头而已 比如来说 有的人经过体检 或是自觉性的身体怪怪的 结果查出来之后 原来长了一个肿瘤 经过一连串的检查 心里的折腾 终于尘埃落定了 原来是一个良性瘤 OK 放心了 还有的人生病了 患了好多医生 始终都治不好 可是终于他遇对医生贵人 因为这个医生 让他要到病除了 甚至有的人生病了 他中医换西医 西医换中医 最后他可能是透过一些民间的 比如说食疗方法 比如像有的人有痛风 有糖尿病 吃药吃到自己身体都吃垮了 但是因为透过食疗 把他的病情给稳住了 这个方法也是蛮好的 所以对到这些笔画的人 如果你身体有微氧的话 在2018年他会有好转的 你不要紧张 来看第二个组合 能够逢凶化解 是因为他的财运会变好 人格总格出了 12 21 30 30跟48的人 我要先说明 财运会变好 不是因为指你中了大奖 而是说你的支出 你的负债降低了 比如说每个人 每个月有固定的一些负债 比如说房屋贷款 或是信贷或是车贷 这个钱是每个月都要付出的 而这些钱可能会造成 你每个月薪水的 二分之一出去 所以每个月你都感觉 经济压力很大 但是在2018年来讲 这些因素有的不见了 所以让你会觉得很轻松 那甚至于有的人 可能说因为小孩子的关系 比如说托儿所保姆费 那因为孩子大了 这些钱也就省下来了 该花出去的 现在已经回来了 你自己可以享受得到 最重要的是 有的人在2018年 这些笔画 他可能会有一些 经济上的需求 但是这个时候 会有贵人出现 因为有的人一讲到借钱 他会发现都没有朋友 但是会有贵人帮助你渡过 这样的一个难关系 蛮OK的 我们来看第三个 会逢兄话题 是因为工作很顺心 人格总格出现了 13 22 28 31跟35的人 有这些组合的人 有的人之前在工作上面 可以说是风雨缥缈 很不稳定 在2018年 他终于是稳定了 不但是稳定了 而且他在工作上面 做的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所有的表现都可以得到 赏上的赏试 那也有的人 比如说公司要裁员 或是要缩编 人员会有一些异动 那因为这个组合的人 你平常表现得很好 你没有被裁员到 你也被异动 没有被异动到 你在原来的位置上面 暗暗稳稳的 甚至于还有些人 有一个竞争的机会 只有一个竞争的机会 可是这个组合 你脱颖而出 你不被看好的 但是你没想到 这个机会会被你给拿去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 企业组的话 平常之前 你可能在这个经营上 老板好了 你是一个老板 在生意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 但是2018年 可以说你在生意上面 慢慢地上了轨道 所有的都可以 不但打拼 还会有一点点的小银语 那不管是这三个组合 是哪个组合 你只要对到了2018年 都可以逢凶化急 给大家做参考